台北人目前的困擾 這個是我們台北人目前的困擾 不過我們慢慢換解一下 那另外今天要講一個很大的好消息 也是這個雲敏的一個有名的企業家 就是台北華國飯店的董事長廖立輝 因為他得到消息 我們今天辦這個盛會 他也決定要大大的贊助我們樂團 所以非常感謝這個廖東師 我現在介紹我們一個最俏的樂團 我們老師團的異想艾瑞斯團的首席小鈴鐺老師 林毅銘 林毅銘老師 他的個性就是碎碎麵 跟你的發言他嘴巴也碎碎麵 但是他的情意絕對不在畫下 人家看他的表現就知道了 當然一個學樂團裡面一個樂團裡面 剛才教授裡面跟我說 欸指揮沒有出來 因為指揮是要介紹才會出來的 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立強愛院的助牌指揮 也是現在台北愛院的指揮老師 我們的劉家弘 劉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自稱請 至今 小鈴鐺 你所說的 那個均威聖大 走進來的感覺 不是我走進來的感覺 當然那個 他說我們他是以色列王 所以我們現在從涉獵往下走到威爾大來 第二首曲目是莫扎特 他在1779年 那時候莫扎特就二十三歲 他做了這首很有演的邪奏曲 大家對邪奏曲的基本印象 什麼叫邪奏曲 就是一個獨奏家 跟樂團相對的曲子 他們能力上面 他的一個技巧上面 他做一個要求比較水準 他跟樂團上面做三方面 有時候是對話 有時候是合作 有時候是展現了他永遠的感覺 像一樂章 他呈現的是他們互相的一個 算是對唱的感覺 可是在第二樂章的時候 就感覺有那種很淒涼的感覺 我們可以聽聽看 從三個樂章 那第二樂章那裡 像是莫扎特的風格 莫扎特的曲子 像我們聽到的小夜曲啊 喜遊曲啊 都是一些很開心很快樂的 所以到第三樂章的時候 他們回到莫扎特的 本來的作曲風格 那這個東西你也可以感覺到 這兩個獨奏家 他們十二 奉 十二 十二樂團的一個對唱 他呈現出很多很多的不同樣貌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就讓我們來歡迎 我們來為這兩位獨奏家 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現在在 我們的 國家運 國家運 國家運的鍾琴 鍾琳手 吳玉琳老師 第二個是我們 神力將樂團的 跟不小心首席 徐璇佑老師 那大家我們先掌聲歡迎我們的指揮 劉家族 劉老師 這首不是莫扎特 因為今天八月一號 也是我們的縣長的生日 我們曾經演出生日快樂 我們曾經演出生日 我們曾經演出生日 然後再來 八月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塊 也是我們王院長的生日 我們這邊機會 祝賀 小月亮 謝謝大家 再來八月二 我相信是在座的 樂隊的爸爸們的生日 以身手提示 獻給在座的 每一位爸爸的 徐司姐快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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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 история 是你們七點 19 早 七點半是區事 рублей會多七點半 晚上不好意思 我們這次有兩懸願會 我們現在有願願會 在西民那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多的小班 很多的家民都說 老師 我從那個永康區 去吸引回到家太晚了 可以提前一點點吧 所以我們就提前三、四分鐘 可是對於音樂錄來的時候7點半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常常有這樣的一個時間上落差 好 再用換場的時候 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上面 照理 另外我們介紹我們的中型獨作家 也是我們國家一團的周親手 吳彥霆 吳老師 向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指揮 劉佳鼓 劉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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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certains 還有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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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